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旅边和迦德的子孙应许做什么 如果让他们继承约荡和东边的土地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 将学习《民数记》的第32章1到19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旅边子孙和迦德子孙的深处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深处之地 就来借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 亚大陆迪本、亚谢、宁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士邦、礼波、比稳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慧众面前所供取之地 是可放牧深处之地 你仆人也有深处 又说 我们落在你眼前门恩 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伟业 不要拧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迦德子孙和旅边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竟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善党 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迪斯巴里亚打翻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上以色哥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 使以色列人灰心善党 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 还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里洗足 约福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醒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谁知你们起来接遂先祖增添罪人的树木 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翻列路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 但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 便是你们使这种民灭亡 两支派能人埃及摩西说 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 为妇男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 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 但我们的妇男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 要住在兼顾的城内 我们不回家 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 一带之地同受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里 那么尽管说 以色列在约苏亚记这本书之前 不会越过约旦河去攻击耶利哥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民宿记中给我们的历史与那件事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原因是 因为生命记是基于民宿记和约苏亚记之间的 大家都知道约苏亚记是记载征服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从此之外 民宿记通常没有被仔细地学习 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些这样的细节 那么回想一下本书前面的内容 以色列位于曾经是亚摩利人的领土上 以色列在第21章当中击败了亚摩利人 他们还控制了约旦河东侧更北的土地 通往所谓的加利利海 这边的土地包括了基地地 位于南部的亚烂河和北部的亚伯河之间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地区的描述了 但是我们在以前曾经见过 因为这里离雅各当时回到加兰时 所到过的地方很近 在《创世纪》的第32章 雅各在亚伯河附近与神摔跤 那么有一段时间他也定居在苏格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土地的附近 在《创世纪》的第33章17节 他是这样子描述这片土地的 雅各往苏格去 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子 又为牲畜搭棚 所以那地名叫苏格 那么这片的土地是非常适合释养牲畜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引起了 铝变和加德之派的注意 根据《民数记》的第32章第一节 铝变之派和加德之派有许多的牲畜 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在上一章 谈到的与米甸人的战争中所获得的 但是绝大多数是他们在 旷眼流淡的40年当中得到的 那么请记住的是 以色列曾经是带着牲畜离开的埃及 他们的羊群显然在旷眼流浪期间增长了许多 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有足够的牲畜 来向上帝献上所有的这些祭品呢 铝变和加德的子孙 见激烈地很适合释养牲畜 就来见摩西和大基斯伊利亚萨 询问是否可以让他们去继承这片土地 而不是继承约旦和对岸的土地及迦兰迪 那么到目前为止 大家普遍是认为 上帝已经在约旦河以西的土地 允许给以色列 这是亚伯拉罕以色和雅各生前定居的地方 事实上 40年前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土地 并不是探子被派网侦查的土地的一部分 那么在创世纪第15章18到21节中提到 上帝会给亚伯拉罕的后卫 从埃及河到右佛拉底河的土地 这将包括亚莫林人的土地 但无论那是他们最初的产业还是他们以后会拥有 《创世纪》当中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么从摩西对女辩和加德之派的请求的反应来看 摩西似乎并不认为那是当时上帝对以色列的计划 摩西认为女辩和加德之派试图做的事 占领已经征服的土地 以避免不得不越过约旦河在加兰地与他们的弟兄并肩作战 那么如果这个是女辩和加德子孙的意图 摩西告诉他们 这可能会挫败以色列要越过约旦河征服加兰的决心 那么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子想呢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 在40年前 以色列派探子进入了加兰地 其中有10个人带回了有关该地的坏消息 这使得以色列不愿意去夺取那个应许之地 也由于这个原因 以色列上一代能被禁止进入这片土地 被迫在荒野流浪 直到那一代能灭绝了 那么现在提出这个要求的女辩和加德的子孙 当时还年轻 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 所以他们可能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没有完全的了解 摩西就提醒他们 那么听到摩西的回应之后 女辩和加德的子孙 向摩西透露了他们的全部的计划 他们说他们想在约旦河东边 为他们的羊群建造羊圈 为妇人和小孩建造坚固的城市 但他们的战士们不会抛弃他们的弟兄 他们会与其余的以色列人并肩作战 并且在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到他们的产业之前 不会回家 他们还证实如果他们继承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 他们就不会再去继承约旦河西岸的土地 因此 女辩和加德的子孙试图平息摩西的恐惧 因为他担心他们的计划会试图抛弃他们的兄弟的 但他们其实只是想要最适合他们养牛和养家的土地 那么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因为约旦河东河的土地已经被征服 肯定会有能要去控制他 但仅仅因为某一些东西在能的眼中看起来是不错 并不意味着他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是同样的 那么上帝通过对摩西 对女辩和加德的要求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将在下一次课当中来学习 那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明天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n this a new environment It's our basic understanding It's our basic understanding I can raise ministry Das So we can发 panic Is it the abilityélé running czyli